我真的觉得挺震撼的 他真的在你面前走的时候 你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他又像人 但他形态 还有起形特征 各方面又不是人 而且黑黑的颜色 非常醒目 觉得真像是个小怪兽 在你面前走 他叫斯斯好像 斯斯 这是一只母星星 我看纪录片有些星星会 手语 然后就跟一个人交流 他饿他高兴什么的 他都会做出来 我感觉他非常忧郁 你就觉得 到底是谁看谁 身边的心情还挺多的 你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中国网演艺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腾飞 所以我在一只元的报告里演 星星洪彼得 其实出于某种压力吧 出于年龄也好 出于最近几年的行业的一些变故也好 然后综合下来 我觉得自己一直比较被动 然后有这个冲动 其实想要做一个自己的东西 能想把自己 这么多年演出的一些心得和经历 整合起来 长处也好 向往的方向也好 想达到的目标也好 都想通过一部作品来展现 最初我看到这个本子 其实就是被他说的那句 没有出路 这几个字非常的有感触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境遇吧 各个年龄段 各个时候 遇到生活或者是工作环境的压力的时候 都会有想到在找出路 我觉得我们从生下来 比如说我们学习 像他的剧里面说的 学习是要找一条出路 是因为不得不学习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好像经常就会 心里就会翻起来这句话 小镇青年也好 然后是在一个大环境里 都市里的青年也好 我觉得跟每个人的境遇都很贴 因为它不是针对性小范围的 每个人都能从这里面找到共鸣的点 而且这故事很实在 它不是缥缈的 故事真的就是一只星星 导入人类世界 而且它不是被动的 它自主选择要找出路 变成人 哇 那就跟我们每个人 生活中的一些境遇选择 就非常非常的像 一开始看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在幻想 看纪录片 看一些影视上的一些作品 但其实都是隔着一个屏幕 它一点也不立体 然后当我去到动物园的时候 你就真的发现这样一个生物 坐在你旁边 真的只有那么几厘米的距离 中间只隔了一个玻璃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 哇 它那个生命体的那种张力 我应该第一次纯演一个动物 对 这个动物 而且还是一只变成人 就是已经人化的一个动物 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需要更加强大的信念感 而且要一开场就要建立这个信念感 和观众的距离 因为你整场的要演这么一个生物 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感 和观众的连接的话 整场是演不下来的 如果它们相信 这真的是一只猩猩站在你的面前 你做什么它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都是自然的 然后在演出中 有很多小的点 是可以和观众进行交流的 我觉得 对它们来说 可能会出其不意 但是慢慢会 它们觉得很好奇 会跟你有交流 这也是这个戏不可活学的一部分 尤其是独角戏 对我来说 完完全全是个挑战 从来没有演过独角戏 然后这次其实 就真的应了那句话就是去做 然后在中间有很多 有很多很多时候 就是面临着崩溃 就是你要自己掌控 一个多小时的表演 我现在说实话 我一开始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 就没想到 就是自己可以 真的能撑得下来 当时觉得 OK那就做吧 但其实在做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 这个困难包括你表演上的习惯 包括理念上的和导演的交流和冲突 包括达成共识的这么一个过程 非常非常的考验 我们两个人的耐心和 和自己的理解力 对表演的表演的信念吧 我觉得是要突破自己 因为我在表演中 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进入一种舒适区 一种习惯的表演方式 但其实希望导演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会非常直接的告诉你 你这块 有点 你是在演吗 或者怎么样 他会说的非常直接 然后那刻我就 清楚的意识到 不能这样 迎接挑战是我最大的 一种一个方法 就要跨过自己的习惯 惰性 然后才能往上走 还有一种很大的原因是 他一直在问我 你表演的乐趣是什么 就有时候在排得很累的时候 好多遍的时候 然后找不到进展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我看不到你现在表演的任何的乐趣 你为什么要当演员 你不要当演员了好吧 你当演员 你找不到乐趣 你干他干嘛呢 然后我会慢慢思考自己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行业 我觉得自己慢慢会找到 在表演当中 在自己跟自己玩的时候 在和这个本子 在周旋和这个本子 在排的时候 找到这样的一些乐趣 不是别人给的 就是这些东西是自己给的 尤其是在这个独角戏 你们没有人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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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在那里 我可以找到什么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你